已知铜氧化半反应 电位为-0.34伏特 银氧化半反应 电位为-0.8伏特 有关上面铜半电池及银半电所组成电池 下列五项叙述中哪些正确 A选项 铜银电池全反应式为铜加银 生成铜离子加上银 银氧是进行氧化半反应 银氧是进行还原半反应 然后铜银电池表示铜为银氧 失去电子 产物为铜离子 而银氧反应 所以银离子得到电子产物为银 然而整个全反应中不可以出现电子 所以电子要相互抵消掉 因此阳积电子两倍 所以银氧整方式乘于2 因此系数为2 2 2 将方程式相加之后 可以得到全反应式为铜 与两倍的银离子反应 产生铜离子 以及两倍的金属银 然后我们看一下题目 题目所给的电位 皆是氧化电位 分别为E1以及E2 因此对于氧几的话进行氧化 所以是E1等于-0.34伏特 然而银是在因几 所以为-E2 等于0.80伏特 因此整个电池的电动式 Δ10就等于1万0 加上-E2 等于0.46伏特 因此对于A选项而言不对 B选项 银半电池 银为银极 银极真正反应物是银离子 所以与银金属银电极没有关系 也就是在银极时候 可以改用惰性电极 然而B选项是用银电极 改用粗大银棒式 电压将增高 接着我们再看C选项 两个是一样观念 该电池电压与银电极 之出细无关 我们知道电压只是个趋势 所以电池的电压 与电极出细没有关系 这是正确的 因此B选项错误 电压并不会增高 也就是改用粗大银棒 电压并不会增加 接着第一选项 加入蒸热水与铜半电池电压降低 一选项 加入蒸热水与银半电池 电压降低 我们看到猪选项是在铜半电池加水 加水之后导致铜铜粒浓度变小 因为铜粒浓度变小 所以根据热沙特的原理 平衡会向右移动 导致银粒子浓度也会变小 然而向右移动之后 导致电动式电压变大 再来一选项是在银加水 银电池加水 银电池加水导致银粒子浓度变小 因为银粒子浓度变小 根据热沙特的原理 平衡向左移动 导致铜粒子浓度最后也变小 然而电动式是跟方向有关 向左移动 因此电动式变小 所以我们再看选项 当加入银电池水 电压变小并不正确 正确是变大才对 而一选项 加银电池水于半电池时 则该电子电压降低 这是正确的 因此答案为C1选项 对于银电池水